大世界话题 今天要带您来看 纵横港澳70年的澳门赌王何鸿燊 在他96岁高龄的今天 正式宣告退休 他传奇的赌王人生非常精彩 他一手创办的澳门博彩控股公司 最近发了一份公告 何鸿燊他退任公司主席 执行董事 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这些职务他全部都交出来了 他只留一个他转任荣誉主席 不管是 那么他交棒给谁呢 交棒给他的这些这么多 17个子女当中排名第五 二房的次女何超凤 何超凤正式接任公司的主席一职 也就是整个赌王他的一个家业版图 就交给他了 那么到底呢 他交给他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事业 带你快来看 新福京酒店富丽堂皇 象征大老板何鸿燊事业辉煌 独霸一方 不过高龄96岁的赌王 逐渐把权力散放 12号更宣布要把澳门博彩控股公司 交棒给二房千金何超凤 以及四太太梁安琪 不止合照没点头 排队入场还没交流 连山场都要分开走 四太 为什么不跟超凤打个招呼走啊 只是何超凤跟梁安琪互看不顺眼 早就不是新闻 过去出席同一场活动 明明是一家人 就是普通面 对不起啊 我要趕着我去 跟我姑娘 要排位 超级嘛 何鸿燊预计在古冬年会 结束之后退休 由女儿跟四老婆 共同接掌群力 似乎也有意让两人互相牵制 因为2011年 赌王家族陷入争产风暴 何鸿燊就控告何超凤 还有姐姐何超雄偷偷瓜分自己股份 像是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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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 然后我发现 我写了一些 他们连我写了 上来作风高调的梁安琪 看不惯二房子女 外传就是她 策动真产攻防战 现在赌王年事已高 不愿再过问公司大小事 去年先把信德集团 交给何超雄掌管 如今又从奥伯谢幕 只想让耳根子清静 享受退休生活 三丽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这个澳门赌王退休了 那么他的一生非常非常传奇 那么只是退休 他现在人还健在 别弄错了 我们来看何鸿燊 他出身香港的旺族 拥有犹太 荷兰 英国 还有中国等多国的血统 他在13岁那年 他家到中落 他被迫要自食其力 但他非常努力 他到了澳门去 带着10块钱港元 他到了一家贸易公司 努力的打拼 很快上位 累积了第一桶金之后呢 他眼光很准 他投资房地产 然后就累积出了 他的创业基础 1961年 那个时候非常年轻的何鸿燊 他抓住了澳门的博彩业 合法化的时机 他投资了澳门赌场 就这么迈向了赌王之路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他非常丰厚 不得了的身家是如何累积 在他旗下的赌场 每年的投注金额 高达1300亿港元 1300亿港元是什么概念 是相当于澳门GDP 六倍这么多的概念 而他每年缴的税金 哇 这没有他的税金 澳门会倒的 他缴的税金超过了40亿港元 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而在澳门 有三成左右的人 直接或间接都受雇于赌王的公司 澳门赌王何鸿燊 在博彩业叱炸风云50多年 一手创立澳门博彩控股 澳博12号在股东会之后 正式退出江湖 由二房千金 何超逢接班 董事局的成员大家都会一起合作 去带领着公司 去争取更好的发展 还有也会带领着本地层 听传与他们大家一起合作 在去年 何鸿燊就将香港的事业版图 信德集团 交棒给一手拉拔的女儿 何超球 虽然这一次的羡慕 何鸿燊没有现身 因此不如五月 李嘉诚正式引退 受到关注 最好是用良性的竞争 我认为澳门政府这种开放 是一个明治之举 我也有信心 就是我每年都是给五十几六十亿 有了这两家 应该这个数字一定会增加 因为2009年 他精传在家中浴室跌倒 疑似中风之后 出入到以轮椅代步 就淡出进行前线 不过何鸿燊的传奇一生 早就被翻拍成港片 赌城大亨 我小时候就已经知道 我只有重装正义 刘德华是演的贺心 新歌《人物原型》 就是何鸿燊 1921年 他含着金汤池出生 是名副其实的香港富二代 周旋念的是 国父孙中山的母校 黄人 书院 却在一戏间加到中落 十三岁 我老爸和兄弟一起 炒股票 炒龙 炒龙了 变成有极大的富庸 变成没有太多钱 当时窮起上来的那些 那些人 零眼相看 见到我 都闻落我 所以怕我跟他借钱 尝到人情冷暖的何鸿燊 立志苦读考取奖学金 并且进入香港大学的理学院 大学还没念完 却遇上了抗战爆发 他被迫以难民的身份 直升逃往中立区澳门 澳门对我真的算认真好 就是 带着十元 一袋 一直在澳门工作 直到今天有多少成就呢 洪生精通 普中英语四国语言 成功进入联昌贸易公司 并获得重用 他靠着固人的胆识 带着重金在公海交易 冒着被海盗抢劫的危险 赚到生平第一桶金 洪生抓住机会 自立门户 现在澳门开煤油公司又回到香港 开建筑公司迅速累积财富 更刚好遇上信任的澳门总督 把博彩业列为发展重点 第一 开个新港口 第二 买最快的雪 点凌钟可以港口达国 第三 将个新港口 变为一个新城市 洪生联手香港富豪霍英东等人 抢下了独家博彩经营权 具有势力不甘肥肉被吞 让洪生多次面临暗杀的死亡威胁 在澳门有五大势力 这么简单 就放手给你航身 没得卡 第一 我们会找一把黑衣 一百几十个围住了赌场 令到你所有香港的赌客 上来光顺 没人敢入 懒生懒世 坐在门口 很重要的 也因此他养成习惯 每次出门必定有大批的保镖 贴身护架 一身是胆的何鸿燊 靠着他的经营手腕 突破困境 他先后娶了四房太太 拥有十六个儿女 其中跟四房梁安琪 育有梁子梁女 让他在晚年 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妈妈在那边走路 他怕看不到我家就去了 他就跟故事女人做 跟我走一步一段 何超英大秀与父亲的亲密时光 喜忠不变之后的何鸿燊 回归家庭 享受人生 更将针夹铲的风波 抛在脑后 我一生人 我对赌博就没什么兴趣的 直到今天为止 真的打麻将 我都是 你们玩 我都很少打的 但是赌博 就没得否认 是很吸引 赌王虽说自己不爱赌博 却据传靠着他的博彩业 为澳门贡献一半的税收 被誉为是无免澳都 而在澳门发展的进程中 更拥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三兄就做不到 人称澳门赌王的何鸿燊 那么他的家产 他的事业 其实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 在整个港澳的博弈界 也是呼风唤雨数十载 但他丰富的感情生活 更是每次媒体提到 他最关注的焦点 刚提到他有多国的混血血统 然后又长得非常高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那么也因此 他的一生花边不断 他总共拥有四房七子 一共有16名的子女 有一说是说他有17名子女 但其中有一个儿子 他说那不是我的 你不要赖到我身上 所以总共他自己承认的16个 而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只要是他看上的女子 他没有追不到手的 而他唯一的苦恼是 追到了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甩掉他们 用鸿子啊 带着玫瑰花从天而降 中国综艺新星何优君 在实际秀节目中 大方追求维密超模西梦瑶 从现在开始 有任何人送话的想念 都不会比我的哭 二友 让我看看你的心 换个节目一样大事也恩爱 甚至被直击私下 捅游日本疑似假戏争作 然何优君可不甘于 只当小鲜肉卖颜值 由中山大学发起的空间引力波 探测计划叫什么名字 千情计划 恭喜何优君获得30强金典子 在综艺节目 靠实力取得佳机 让何优君的名字与智商 光是一月就多次成为 微博的热搜关键字 他是阿玛提史上 最年轻的金融术士 多次被邀请参加世界数学竞赛 曾连续五年在英国 获得全国数学公开赛金奖 被称为数学天才 一出道就成为 强势洗版的学霸男神 不过何优君从小就备受关注 因为他是澳门赌王何鸿燊 私房太太所生的小儿子 没有王思聪 男友何优君 小何同学成为新国民老公 而他之所以能在赌王的 17名儿女中脱颖而出 因为何优君不但出生 豪门更是勤奋努力 27岁考进美国麻省理工 三年就提前毕业 出门是一个人搭地铁 他曾调了护照被迫水机场 报文抱怨航空公司 视力眼才被发现搭的是经济舱 你们眼中的科技 其实就是我的日常 我是来自MIT的 下一任钢铁侠 何优君 而何优君回国创业 却选在没有父亲必应的 上海自创游戏公司 不过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赌王最美千金 何超连早就是媒体宠儿 其实不会太硬啊 大家看 我以为他隔夜 然后吵这么久 活风那么大 何超连综艺首秀 就献给了谢霆锋的 十二道风味 才二十六岁 他就跻身 时尚名媛 近来更成为网红 日前他开直播 不但大方公 开家中豪宅 更把自己的妈妈 穿着睡衣的 何家三姨太和素颜的姐姐 和何超连一起出卖 但最受关注的 还是他的情史 虽然很多人追 但超连似乎都是对台男情 有所忠 去年四月就和柯震东 在台北唱K 期间两人就很亲密 拦着地走 不过何超连二零五年 与吴克群岸人分手之后 就不再高调任爱 但其实他是英国 轮内大学的高材生 曾进入会计事务所工作 更新继承为酒店大亨 一开始做公司 就是做欧洲的科技 就是有一间以前的酒店 那我们就要翻身去 就是要清个空间 而何超连 如今更进入家族集团 结磅家业的意问浓厚 只是何家少爷千金 接连上节目 也让网友戏称 赌王这一家 难道是要 集体出道 在一起 我们下期视频 最后报道